是 兩位教練, 你們別為我打架 我知道你們想養我吃飯 這集嘉欣都聰明了 安排了你們親自教我一個 別打了 錯了,你是否想多了 我和阿成在練球而已 也叫你平時多看比賽 我們剛剛在做的 是籃球中大機會出現的Scrumb 鬥牛… 可以怎樣… 聰明一點也行嗎 知道 姚錦成,事蹟後衛 是現今香港七人籃球隊主力球員之一 李卡道,事蹟後衛 其實他也是隊中的中央華籍球員 我們今天會講解Scrumb 即是鬥牛 在七人籃球賽中 通常會出現Scrumb 在甚麼情況下會出現 通常會有幾個情況 一個情況,通常會跌球 還有有機會向前傳球 還有一個機會就是判斷 判斷是隊伍之中可以選擇Scrumb 一個鬥牛是由多少個球員組成的 跟我們的Line Out一樣 都是分三個球員組成 會有兩個支柱 還有中間的一個叫Hooker 就是勾球者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第四個 就是負責放球進去的那位球員 我們今天人數有限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 一對一對一對的Scrumb 好的 在開始之前,就要教教琪琪 說三部曲 通常會說Referee在做Scrumb 前會說Crouch Crouch Bike Bike 和Sat Sat 對,說得非常好 我們現在開始做了 好 你先退一步 是 現在就當我和阿成是對打 Kike就叫Crouch,Bind,Sat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Crouch,Bind,Sat的時候 會做甚麼 Crouch Crouch的時候,我們就會蹲下 Bind Bind,就會碰一碰,對著肩膀 然後Sat Sat就是進去 好,這就是簡單的一對一的Scrumb 那在真正比賽中,究竟的巧合是怎樣 我們現在三個人會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當我們做一個鬥牛的時候 旁邊我和阿成,教練,叫Prop 中間就是Hooker,勾球者 那怎樣呢 首先Hooker就會伸手在舉起 我和阿成就會在後面捉在一起 中間,Kike現在的手就要在後面 Hooker,對,固定我們 我們就會一樣 Kike可以叫剛才的三部曲 那叫甚麼 Crouch 對,我們就會放下 然後Bind 外面的兩位就會碰一碰 然後就… Sat… Sat就撞了 撞 就是這樣 鬥牛是籃球運動的其中一個 重要環節 今天最主要會做一個球運動的動作 最主要鍛鍊我們核心肌肉 首先Patrick把兩隻手放在肩膀上 膝蓋成90度 保持腰背挺直 我們大約會保持30秒 如果一些高級者 可以嘗試把手肘向前推出去 然後回來 重複次數大約15至20下 然後休息30秒 我們會重複做3至4組 剛才我們做完單人的練習 現在我們會做一個雙人的練習 首先我們會用一個肩膀 大家雙方直手 踢著膝蓋90度 大家看著對方 然後一方用力向前推 另一方如此地推,推過來 對,我們儘量保持腰背挺直 膝蓋90度 對,我們重複會做15至20下 然後休息一分鐘 然後我們會做2至3組 4月8至10日 想看Hong Kong Sevens 記得看Now TV 支持Hong Kong Team 香港大球場見